结婚向来被视为人生之中的重大知识 纵观全球各个国家 对于婚姻的观念以及习俗可谓是千差万别 在数量众多的亚洲国家里 还有中东的部分区域以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当中 都广泛存在着宋聘礼这样的传统习惯 在中国 聘礼又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叫做彩礼 其通常指的是由新郎本人或者其家族成员 给予新娘或是女方家族的金钱 各种各样的物品以及其他形式的财物 在遥远的古代时期 这种送彩礼的行为主要是为了 对新娘家庭所丧失的劳动力进行弥补 毕竟在那个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劳动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依据自身的实际能力 来进行衡量和把握 彩礼的给予也理应构建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基础之上 但近些年来 在中国却屡屡出现女方家人对彩礼漫天开价的不良状况 从而导致男方背负上了沉重的难以承受的负担 尽管其他的一些国家或许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但中国高价彩礼的这种状况与其他地方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经常会在中国的各类新闻版面或者社群媒体平台上看到此类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还有着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 相关当局虽然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期望对这些混乱的现象进行整治 然而取得的成效却并不明显 到了如今 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彩礼地图 上面列出了一些极其不合理的彩礼标准 广大民众对于高价彩礼似乎已经逐渐习以为常 在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深入探究一下中国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高价彩礼的奇特现象 比如存在这样一个势力 一对新人引发了群众的广泛热议 当女方抵达南方家之后 女方陪嫁的亲友们在新娘下车之前一起将车门给挡住了 强烈要求南方当场拿出66000元的现金 不然的话新娘就坚决不下车 对于这一状况 南方父亲感到十分不满 她抱怨道怎么又变成66000元了 不是说好的14000元吗 这不是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人现眼吗 你们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然而面对南方的质问 女方亲友们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由于担心耽误了良辰吉日 最后在现场南方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南方凑齐了66000元转账给女方 新娘才下车 婚礼也得以顺利进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男方和女方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从认识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车子 订婚等就花了26万元 在目前的中国农村 没有多少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 上车礼和下车礼是中国一些地方的结婚习俗 新郎迎接新娘时 在上车前要给新娘包红包 这被称为上车礼 新娘抵达新郎家后下车时 新郎也要给新娘包红包 这被称为下车礼 这一事件在中国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少人认为 在天价彩礼的情况下 婚姻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但也有人直言 如果不这样做 就没办法娶到老婆 河南开封的这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 中国各地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 在网上搜索天价彩礼等关键词 就会弹出大量相关新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吴表示 中国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现象 其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 经济等原因 在传统观念中 彩礼高代表嫁得好 谁的彩礼高 谁就嫁得好 女方要彩礼 不是要多少钱 而是要面子 如果谁家没收彩礼 往往会被认为 男方家庭困难或自家姑娘有缺陷 曹操 针对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域 所涉及到的诸多相关问题 再一次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探究 刘先武明确地指出 高额彩礼这一现象 在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达到 如今这般严重的程度 而仅仅是在近些年来 才逐渐凸显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在对河南 湖南 贵州等地的婚姻消费情况 极其变化的整个历程 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发现 从1970年一直到1989年这个阶段 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 结婚这件事相对而言 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 然而 直到1990年代的中后期 情况才开始发生转变 财礼的金额开始逐步攀升 甚至达到了农村劳动力年收入的 三至四倍这样的水平 从2000年开始 婚姻消费呈现出一种飞跃式的增长态势 几乎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 需要不吃不喝 长达7年的时间才能够承担得起 刘先武深深地认为 如果把房屋等那些属于硬性条件的消费 也一同计算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将会进一步增大 变为11 一直到他发表这篇 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的2011年 大概需要整整20年的时间 才能够勉强负担得起 刘先武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 经济因素毫无疑问 已经成为了农村诸多问题当中 最为突出和关键的一个方面 就好比在1960年代之前 彩礼所指的是所谓的三十六条腿 这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家具 到了1970年代 就变成了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与音响所组成的三转异响 而从1980年到1992年期间 则是冰箱 洗衣机 收音机等被称为四大件 然而如今人们结婚时 却要求穿金带银 还要求有动产汽车和不动产房屋等 一动一不动 以及象征着钞票颜色的 万字千红这样的高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 中国当局为了能够有效地破除 一些农村地区 在不良婚礼习俗中所存在的问题 开始积极地推出相关政策 对彩礼划定明确的红线 以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 许多地方都设立了彩礼的指导标准 旨在限制高价彩礼 以减轻农村因彩礼而负担过重的情况 以江西省平乡市来讲 当地政府在2022年5月就推出了 针对高价彩礼的举措 并倡导零彩礼 规定彩礼不得超过3万元人民币 同时订出婚宴每桌不得超过500元人民币 且不得超过15桌 婚车不得超过6辆等规定 然而 不少人对实际效果表示怀疑 认为单方面限制彩礼数额 很可能只是让一些行为从明处转到暗处 比如政策等能否得到切实执行还很难说 为何中国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彩礼问题 不少观点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 致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女性变得物以稀为贵 就拿中国今年出现的所谓伏地魔来说 子弟是那些从小被教导要为弟弟着想 即便结婚生子后也要全心全意为弟弟奉献 甚至愿意掏空自家补贴娘家弟弟的姐姐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重男轻女的家庭 不少要求高额彩礼的家庭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中国网络上还有一句流行语叫 取妻不取伏地魔 就可见这种状况的普遍性 当地有一名男子高浩珍 她的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比她大了27岁 她即将和女友结婚 结果却是这位姐姐决定包办所有婚礼费用 甚至合资了不少钱 值得注意的是 据当时媒体报道 姐姐们大多七八岁就开始下地干活 而最小的高浩珍却很少干活 姐姐几乎没有新衣服可穿 而她从小就有新衣服穿 而且她并不认为这是重男轻女 反而觉得爸妈这么多年才有了她这个儿子 重视她也是应该的 虽然各个省份都存在这种情况 但在农村尤为严重 甚至出现了农村胜男现象 在农村的私下婚姻市场中 女性的学历等也被明码标价 例如大学学历价值十五万等 据说这是作为娘家培养女儿的补偿 我认为在当前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中 存在着诸多难题 中国传统是重农 但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 农村突然变成了落后的象征 这种观念上的落差需要引起重视